為了方便不曉靜世俗習慣佩戴隱形眼鏡 台中風源卻有眼鏡行員工 把客人的隱形眼鏡浸泡在75%的工業酒精裡 不知情的顧客戴上去後立刻大叫 眼睛出現灼熱刺痛感 導致90%眼角膜灼傷 視力只剩0.04近乎10名 樓下作業就是把食鹽水裡面放酒精 那可能他有標示但是不是很清楚 現在都戴口罩 其實酒精也聞不出來也沒辦法判斷 業者出面說明坦誠疏失 對此顧客呂小姐更氣的提告過失重傷害 因為店員一個疏忽害他四處求醫 內心留下隱隱 一般要給予適度的那個局部的抗生素 還有一些人工淚液來幫助角膜的修復 角膜恢復不好的話 有的甚至會有後續一些失明 或者是一些眼睛功能受損的一些狀況 因為他本身是屬於拋棄式的東西 因為我們就丟掉了 那酒精當然有另外裝酒精的瓶子 員工一時粗心誤把工業用酒精當生理食鹽水 事後呂小姐獲得保險理賠的一百萬 還有業者賠償的十萬醫藥費跟五萬元紅包 雙方達成和解 但在缺少一隻眼睛的視力下 會失去判斷物體速度距離跟深度的立體感 在恢復之前應該盡量減少開車騎車 以免造成二度傷害 記者 許惟李雲杰 台中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母親抱著還在牆寶中的嬰兒徒步穿越馬路 沒想到就在下一秒悲劇發生 她小朋友還滿小的耶 一輛機車騎得很快高速往前衝 不偏不以愁 女子身上撞上去 抱在懷中的小嬰兒當場噴飛 重衰掉到馬路中間 女子更是被撞到昏迷倒地 強打撞擊力道 機車也失控 往前滑了好幾公尺 她磕的是直接噴來這邊喔 差點撞到我們的員工喔 週六晚上七點多 台中西豚路一段 三十一歲謝忻女子 抱著只有一歲多的兒子過馬路 遭到一名五十六歲女騎士猛撞 媽媽傷勢嚴重 鬧出血送家戶病房搶救 小朋友命大 頭部緊受擦傷 已經出院返家觀察 騎士酒測直為零 詳細車禍原因還要再查 同樣騎車出意外 下面這名媽媽的遭遇 更是令人鼻酸 產業道路沒有耗制 機車和轎車都衝得很快 兩車猛撞 女騎士整個人飛了起來 重重落地 機車坐墊瞬間解體噴飛 女騎士沒了呼吸心跳 送一搶救還是宣告不治 死者年僅二十六歲 育有三子 最大的孩子才十歲 社會局已介入關心 幫助一家人渡過難關 事發的彰化河美 新北路與四北路口 並沒有紅綠燈 當地警局也派員前往會刊 希望增設後製 避免憾事重演 記者林船 范雅喬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廟會鞭炮狂炸 卻直擊到這一幕 這名男子 手拉著超長鞭炮拖地 點燃之後開始滿地狂炸 手上拿著長鞭炮 一邊往前走 下一秒 全場看傻眼 這個人竟然把整條鞭炮 往路過的白車甩過去 怎麼會朝車身甩鞭炮呢 那一台白色車 黃燈已經過了停止線 它想要左轉 可是那個人已經衝了出來 導致它沒辦法左轉 然後它才 好像用鞭炮丟它 地點在台南沿水 四號晚上九點多風炮繞進 到處開炸 卻出現驚人畫面 影片曝光網友紛紛留言 為什麼要拿鞭炮甩別人的車 如果是超炮 不知道敢不敢炸 車主可以提告賠償嗎 但也有網友說 風炮都有管制 為什麼可以開進去 鹽水風炮到處都有交通管制 附近民眾說當天都有管制 可能車子不小心誤闖開進去 我是張貝姿播報新聞 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您一起掌握 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怪獸掉臂 往左180度大迴旋 下面要進夢裡打臉殺死車 重擊駕駛艙 擋紅玻璃瞬間全部凹陷 驚悚八秒把所有人給嚇壞了 這次沒注意去碰到 監視器陸下這天外飛來怪獸一擊 不遍不以夢渣殺死車 車身瞬間汪幽傾斜 狂搖震動 怪獸駕駛嚇得立馬抬高掉臂 但卻仿佛裝沒事 繼續往旁邊轉 讓網友驚呼阿娘為 怪獸直接打臉殺死車 一拳怪獸完勝 南洋溪酥菌工程的運輸車輛 遭到加減重量的土石怪獸 不順破壞了前方打風玻璃 原來4號早上 這輛載滿殺死的殺死車 正要開去宜蘭泰雅大橋橋下過放區 卻被一旁怪獸猛K 責任歸屬 雙方還在釐清 不過恐怖一幕也發生在桃園 喜瓶快速道路 一輛化學操車進車頭懸空 吊掛護欄 這輛車搖搖欲墜 車體殘骸散落一地 忽蘭鐵風氣 風氣就落下 人落下來了 我們就做警察 疑似天雨陸滑車輛撞破 忽蘭車頭90度懸掛 宛如斷鬼列車 40歲續性駕駛 直接從座位噴出 墜落橋下 當場混斷馬路 記者林毅生 劉智展 黃明君 洪玉蘭 宜蘭桃園 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